来关心2022次大选 现在蓝绿好像悄悄开始暖身了 我们来看在蓝营这边 什么时候要启动总统跟立委的初选呢 详情交给佳琪 2022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 当然为了国民党注入一记强心一针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讲到了 千万不要太开心 因为还有2024这一仗要打 希望能够赢回重返执政 不过呢当时话都讲得比较保守一点 但回到自己的老地方桃园 似乎就发下好语了 说要把总统给拿回来 不过呢在要选总统之前 这个朱立伦先讲到了 3月4号的南投补选都还没有登场 那么这一次一定要让这一次的补选 再次拿下胜利 让南投出战的林明珍高票当选 而且他说呢这一仗选完之后 再来讨论2024的总统跟立委选务 也就是到时候要怎么提名 都在这一次的补选之后再来说 而朱立伦也讲到了 2024桃园的六选区会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要力拼拳雷打 尤其是这一回呢 桃园市长张善政呢 是把这个八年的怨气给吐回来了 那么他们总反执政之后 现在的桃园更是朱立伦的重中之重 那么如果能够拿回来 是不是总统执政权也能够赢回来 也不禁让人家想到说 现在都讲到总统执政权了 是不是代表朱立伦2024也不会缺席呢 而黎明正的对手就是蔡培惠了 那么现在明朗主席赖清德下达动员令 要求全党全力支持 南投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再交给佳琪 就在国民党气势阵望之际 那么当然了 民进党的新任主席赖清德 上任之后第一站 就是要面对3月4号的立委补选了 那么这一仗呢 对于民进党来讲 相对来讲也比较艰难 怎么说呢 因为在南投这个地方 普遍是蓝大于绿的选区 那么过去呢 国民党在这边都拿下了 许多次的胜利 尽管民进党在努力呢 都是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这一回呢 赖清德上任之后第一站 就说要全力的来挺蔡培惠出站 尤其是立委补选这一站 他下达了动员令 全党一定要全力支持 南投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要帮助蔡培惠 能够把他送进立法院 那么当然不是讲讲而已 还派出了自己的党 副秘书长黄建佳 从2月1号开始 直接带队进驻到南投 要来帮他打一场漂亮的选战 但是呢 由于这个地区呢 实在是不容易攻下 赖清德也先说了 不会负面看待败选 而且应该要珍惜 败选的经验 才可以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在哪里 听取意见 从中学习 才能让整个党再次站起来 也就是说 在这一次的新宴学习之后 才有下一站 可以继续努力的地方 他也呼吁党员 赶快提出改善方案 任何的意见呢 他都愿意来倾听 而柯文哲退休之后 就要整军迎战 2024的总统大选 继续请教佳琪 困难度非常高吧 2024还有一个 不可以忽略的角色 恐怕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了 第三势力会不会来左右2024 尤其是柯文哲强调2024 他绝对不会缺席 到底是不是对上了 民进党的赖清德 还有国民党的侯友宜 以及这个郭台铭 接下来下一步会怎么走 是不是都左右了 他的下一步的决定 但台北市议员 秦惠珠就认为了 其实呢 离开柯文哲的人 都是一些小虾米 所以反而呢 这些人离开了之后 有助于柯粉的士气 凝结团聚 就算高宏恩有争议 但是他先前朝的缺失 反而重伤的是绿营 对于民众党而言 其实并不太算 去扣分的选项 而且呢 就柯文哲的任内人脉 累积了15% 民众党的支持度 这未来可能就是 柯文哲的谈判球嘛 就连这台北市党部主委 林国成呢 他代表民众党嘛 他就想到了 其实各党都有人事来来去去 最近的民众党人事来去呢 他觉得也不用放大检视 其实每个党都一样 前立委郭正亮更讲到了 如果好友宜参选的话 可能就会瓜分掉 柯文哲的选票 那么2024的强棒 仍旧是赖清德跟侯友宜 但是师大的教授 曲照翔就分析了 柯文哲的问题就是在 他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 你要选到底到底是为了自己 还是其实只是想要冲高 不分区立委的席次 因为我们都知道了 2020年当时呢 是选得相当不错 那么有五席的 不分区立委席次 这一回的参选到底 是不是想要效仿宋楚瑜 把这不分区立委再大一点 那么年轻人的支持度高 左右选局 现在会不会成为 菲律政团 非常大的一个选项 第三势力在2024 会扮演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外界都在关注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